他的皇子是96年才申請證照 才開始鎬 蓋好的時候98年多了 結果去年5月封鎬要徵收 因為道路破寬要徵收 四棟皇子栽了兩棟 你敢不敢完 重點就是在這裡 他案子很早以前就做了 但是我們的政府卻沒有能力 把他說No 這裡會道路破寬 所以他是一個道路破寬的計畫這樣嗎 其實他是整個重獲案裡面 其中一條道路破寬而已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才很疏忌 我們的官員是不是只會吃飽飯領錢而已 這些事情都沒有去整合 都沒有去規劃 那現在就是被影響的居民 大概總共有多少 其實齁 這個案子大家都知道 苗栗大埔 苗栗大埔裡面其中一棟房子 也是蓋了兩年 一齣兩年也是要騎 保祖也是不得 這個在網路上面都可以查得到 只不過是說 我參與這麼多次的會議以後 我發覺 這種問題不講出來 以後還是會有更多人 受到這種稱號 因為 公司的一個人 一死人 要拍一間房子 不簡單 也很多人 有時說 現金便便去 都去台台幅 那你如果遇到 台幅還沒去過台幅 一個走路 什麼都沒有去 這都不死人 所以這是我 去幕後 有了解 很多地方都有更新的這種問題 好